1997年,我們組場對卡塔 當時我們出現的形勢不是很好 如果我們贏,我們會有機會 開始的表格是非常穩的 我的位置是重複 但是從中的選手中的選手 那是不同的位置 10分鐘的開始,我們會贏得到 我們會贏得到 但是10分鐘進完球以後 我教練從戰術上產生了一個變化 把我又換到了後面 換了兩個前衛隊 他想控制,其實我們心裡還在 但是卡塔 他們開始反攻 20分鐘丟了兩個球,一比二落後面 教練再從後場把我換到前場 其實那時候的時間已經是不夠了 這個時候踢完這場球的時候 我已經抱著,我就在喊 誰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1比0,所有的戰術打法都擁有恰當的 這個時候讓我們相反輸掉比賽 我這時候想不通 所以說我下去,走到了休息室 把休息室的門踢碎,把我自己衣服都洗了 但是這個時候,不管是隊友也好 教練也好,沒有一個人說 有的時候我不是衝著他們 只是針對這場比賽 因為等待了太多,太多的時間 什麼時候呢? 你最羨慕的是什麼時候? 世界不出現,2001年 我經歷了12年 從來沒有出現過 那一年出現了 提前兩年出現我們小組第一名 去了韓國和韓國 所有的中國的球迷 甚至一些亞洲的球迷 都給予了我很高的這種地位 但是我知道這是空的 因為我想做到的沒做到 國家對於這種生活 最終的目標是 你能踏進世界盃這個賽場 我想2001年的成功 是有了93、97年的這種鋪墊 所以說告訴你一件事情 永遠不要放棄,堅持 還有感覺 繼續這樣堅持 總有一天會成功 當然我很信任,成功